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五月二十九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要为您带来的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最新报道 文章介绍到在最后的关头 川普的记者会计划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而白宫官员表示细节仍在变化中 根据政府官员还有其他熟悉此事的人士表示 美国总统川普将在周五也就是今天宣布 美国将取消部分中国研究生和研究人员的签证 这样的举动将针对那些与解放军有联系的学者 目前还不知道有多少人将受到这样决定的影响 纽约时报早前报道了这一计划 而华尔街电视也为您进行了相关介绍 预计总统将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取消签证 他表示将在发布会上概述他对中国在香港问题上行动的回应 中国立法机构周四批准了对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之前 政府高级官员已经在讨论取消中国学生签证的问题 有几个月之久 中国立法机构的举动推翻了部分的香港自治权 旨在镇压挑战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反北京抗议活动 政府官员警告说周五宣布的细节仍在变化中 官员们表示预计川普还将做出其他与中国有关的宣布 但是不大可能表示美国将对中国官员实施制裁 或者是退出近年早些时候谈判达成的贸易协议 目前白宫方面拒绝置评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周四晚间表示 他相信川普会解决对中国问题的担忧 但是他拒绝说总统会宣布什么 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 这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暴政政权 对美国构成真正的风险 我们有责任和义务确保学生来这里学习是安全的 蓬佩奥在周三表示 由于北京对香港的控制力越来越强 国务院已经正式确定香港不再具有足够的自主权 这项评估是根据一项法案要求的 目的是确保香港保留其资本主义的方式和西方法律制度 正如北京在一九九七年从英国手中拿到香港的控制权势所承诺的那样 而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表示 香港事务是中国的内政不允许外来干涉 他并没有涉及学生签证问题 也没有立即回应要求就此事发表评论的要求 川普先生在最近几周对中国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不满 指责中国官员在阻止冠状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方面做得不够好 对其他国家的疫情也不够透明 川普政府对中国学生充当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的渠道的担忧 早在疫情发生之前就已经存在 现在大概有三十六万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或者是工作 占到了美国整个国际学生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其中有许多人在读研究生或者从事科学和工程领域的研究工作 获得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学位的中国学生 可以在一个被称为OPT的项目下在美国最多工作三年 政府官员表示川普的官员也在权衡是否在未来的一年内暂停这样的计划 包括司法部国务院国防部以及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在内的多个美国机构 都对官员们所说的北京试图利用美国大学 来提升中国的军事和技术实力的做法提出了警告 现在美国官员指责中国把矛头对准了学术界 包括向美国的实验室派遣军事研究人员 并利用人才招聘计划将顶级的科学家和企业家以及知识产权带回到中国 北京方面否认有系统性的窃取美国的科研成果 而中国的国家媒体则表示 美国的知识产权盗窃指控是政治工具 一些美国大学领导人驳斥了美国官员对国家安全的担忧 认为这是夸大的和歧视性的 并且表示不应该限制要发表非机密研究 他们还表示鉴于中国拥有丰富的科学人才 国际合作尤其是针对中国的合作 对于推动科学方向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澳大利亚政府支持的五党派智库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在二零一八年的一份报告中 曾经警告说尽管承诺开放和交流 但是大学应该考虑与解放军合作划清界限 再要我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文章表示对香港的制裁措施会尽可能的有针对性 美国驻香港和澳门总领事承诺 华盛顿对香港采取的行动将尽可能的有针对性 其居民不会受到不利影响 汉斯康史密斯的讲话是在美国总统川普 将在美国时间周五举行中国问题记者会上触及香港的时候发表的 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向国会宣布 香港不再适合独立于中国大陆的自主权之后 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 这可能是降低香港优惠贸易地位的第一步 蓬佩奥的声明是在北京透露其立法机构将对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 禁止在香港实施分裂国家颠覆恐怖主义或者是与外国势力串通的行为后的一周所发布的声明 预计川普将决定美国政府将采取的具体措施 分析人士表示他的选择从制裁个人到海关措施到货币兑换还有签证限制等都有 对于川普此举的不确定性促使美元出现了恐慌性的买盘 因为担心的居民赶到银行去开设离岸账户 但是在周五的媒体吹风会上 去年七月接任美国驻港特使的史密斯表示 我们的行动将尽可能有针对性的改变行为 与此同时我们会尽力确保香港人不会受到不利影响 我们的做法是在全球范围内减轻对香港人的影响 他说一个保持高度自治的香港将有有利于香港本身中国和美国也有利于世界 他表示暂停认证香港自治的决定不是轻率的 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 那就是要让香港成为香港 史密斯指出蓬佩奥曾经表示他对于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感到开心 但是健全的政策制定需要承认现实事实 史密斯表示香港人与美国人站在一起 我们与香港人一同进行斗争 反对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多地剥夺他们被许诺的自治权 香港政府的发言人警告说 对于香港和美国实施贸易的任何制裁 都将影响到在香港的一千多家美国公司 在被问及他可能对这些公司表达什么时 史密斯表示我们会定期与企业集团进行会谈 以确保他们尽可能多地了解美国的政策 以及我们在这里的目标让他们清楚我们的立场 史密斯拒绝对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方案发表评论 表示自己不愿意在白宫之前做出这样的表态 再有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中国的央行再次出手表示支持人民币 在周五中国央行再次出手支持人民币 本周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跌至了八个月来的最低水平 因为与美国的紧张局势加剧 以及香港未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 中国人民银行连续第九个交易日 在按及期市场上将人民币每日中间价定的比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更强 显示出央行正在回击波动性上升的迹象 人民币的下行压力不断加大 因为北京对香港实施新的安全保证法的决定 引发了敌意性的升温 这促使华盛顿认为香港已经不在于独立于大陆之外 威胁到香港作为金融和商业中心的未来 根据支付网络的最新数据显示 香港是人民币最大的离岸市场 占到中国境外人民币支付的百分之七十 周五上午在岸人民币对人民币交易价格是七点一五元对一美元 而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的交易价格则是七点一六八 周三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价格跌至了七点一九六五 是去年九月以来的最弱水平 经济学家在周五发表的声明中写道 过去一周中美紧张局势的加剧正在对中国的货币造成影响 他们指出中国几乎可以肯定不会将人民币贬值作为贸易武器 因为当中国面临几十年来最大的经济冲击时 中国政府捣乱自己的货币是非常危险的 与此同时中国也不大可能捍卫任何任意的汇率水平 比如一美元对七点二元人民币这些都不大现实 此前中国的央行曾经在与美国贸易战不断升级的情况下 将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维持在七元对一美元的水平 直到二零一九年八月 当人民币汇率跌破这一关口时 华盛顿立即将中国扣上了货币操纵国的帽子 但是作为一月十五日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一部分 这场争吵至少暂时得到了解决 贸易协议中包括有关于汇率的章节 而过去几个月来 人民币对美元的在岸和离岸市场 一直在七美元附近的窄幅区间徘徊 即使是在全球美元短缺的情况下 也显示出了相对的稳定 在岸的中间价 也就是人民币对美元每日允许交易区间的中间点 在周五上午被设为七点一三一六 而收于七点一六 在香港人民币周五在下午的交易中对在七点一五九三 炸塔银行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表示 人民币近期的贬值是市场对于近期势态的反应 并且表示说如果中美关系持续恶化 特别是如果美国实施金融制裁 那么人民币将进一步走落 他表示中国央行并不想人民币升值 但是他们也无意通过贬值的手法将人民币作为武器 根据目前的安排 央行可以通过在岸市场上设定每日的中心评价汇率 来引导人民币汇率走势 也可以直接介入市场进行干预 北京通过管理人民币的流动性引导中资银行 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上的影响力也有所提升 而中心证券的分析师在本周的研究报告中写道 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可能会成为中国人民银行 在二0二0年的工作重点 他指出今年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 与去年相比的一个变化是 汇率政策被放在了利率政策之前 要实现稳定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的重要目标 保持人民币的汇率稳定至关重要 一位接近央行但是拒绝透露姓名的中国资深研究员表示 北京应该对人民币价格采取忽视测试 让市场决定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 他说试图管理汇率波动真的没有什么意义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进一步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